1932年的4月 德国举行总统大选 当时纳粹党的首领希特勒 跟一战时期的德军元帅星登堡 一起竞选总统 星登堡就击败了希特勒 当上了总统 但是到了这一年的7月 希特勒领导的纳粹党 已经成为德国国会的第一大党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按照当时的德国 也就是魏马共和国的政治体制 国会第一大党的党魁 就应该出任政府总理 可是总统星登堡 他瞧不起希特勒 所以他就拒绝了当时的总理 巴本的辞职 总理他想还是让巴本干 然后让希特勒去当副总理 其实希特勒是考虑过当副总理的 但是后来他没答应 他说他不想吃半个块面包 要来就来整个了 希特勒决定改变行动策略 在他的要求之下 纳粹党徒不再是以往那种好斗的 街头打手的形象 而是当新国会开幕之后 纳粹党表现得非常平静 反对派发言的时候 他们也是静静的坐着 没有在国会里大吵大闹 这样很得体的行为 最终使希特勒手下大将戈林 当上了国会议长 这个时候 德国共产党向当时的总理巴本 提出了不信任案 这才叫正想吃兵下饱子了 正想瞌睡有人送枕头 求之不得 巴本一下台 等于帮了纳粹党的大忙 但是到1932年的12月 新登堡仍然任命了 施莱彻尔出任总理 施莱彻尔是军人出身 也是1890年铁学宰相 匹斯麦去职之后 第一位被任命为总理的将军 施莱彻尔也不希望纳粹掌握国家权力 那怎么办呢 他想通过实行军事专政来打击纳粹 但是这种做法就很极端了 你为了反独裁要建立独裁 所以被总统新登堡直接给拒绝了 那么这个消息一传出去 主要的政党就都把施莱彻尔当成了人民的敌人 到了1933年1月底 施莱彻尔内阁总辞职 一共执政不到俩月 1933年1月30号 希特勒被正式任命为总理 他发表演讲 庄严的宣誓将维护魏马宪法 保证在国会中团结多数 使总统不必再签署紧急法令 还有呢 他说他要解决经济危机 把被痛苦和争吵 搞得四分五裂的德国团结为一体 所以希特勒担任了总理之后 就要采取一系列手段 干掉对他不满的敌对势力 于是呢 纳粹制造了国会纵火案 希特勒借着这场大火 强迫国会通过国家紧急法 又叫消除国家和人民痛苦法 就是取消魏马宪法 赋予的公民权 包括言论自由 出版自由 家庭的神圣不可侵犯 通信和电话谈话的秘密 集会结社自由 私人财产不可侵犯 通通消除 你什么自由都没有了 你就不痛苦了 这么一来 人民的自由被剥夺 德国其他政党的力量 也被削弱 纳粹专制统治就建立起来了